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沙特政治的不确定性 令担忧情绪消退 整体的避险需求下滑而遭到抛售 此外 美元对主要货币普遍走强 也令金价受到打压 但此后美元回落至金价回升至平盘 因特朗普在访问日本和韩国期间 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措输温和 市场整体避险情绪降温 黄金受挫 此外 上中午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 美国9月份就业岗位增加到609.3万 超出预期的607.5万 就业数据向好缓解了市场对于此前10月分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的担忧 也助推了美元指数一度升至高位附近 而金价则刷新轻低 不过 此后美纸回落主要是受到美国税改前景仍不明朗担忧 但金价回升有限 ACY新外认为 现货黄金和白银双双下挫 其中黄金更是跌到了1271美元每盎司关口 适度的抛售压力主要源于美元的上涨 此外 全球股市大多表现强劲 许多股指处于纪录或多年高位 全球股指与牛市也是对于黄金的一个潜在的不利因素 但是 投资者也需要留意到未来金价反弹的可能 随着美联储各派接班人鲍威尔即将上台 很可能延续耶伦当前的政策 对于黄金而言是一大利好因素 另外 战券市场正在向美联储发出警告 这也对当前的黄金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此外 市场聚焦于特朗普的亚洲型 而朝鲜问题是特朗普此行的关注焦点之一 投资者需要密切留意其有关朝鲜的言论 以及朝鲜是否会采取行动进行回应 一旦避险情绪重燃 黄金有望扭转此前的跌势 技术面上 从4小时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黄金昨日由周一受消息面刺激上涨的行情中回落 黄金昨日开盘低走 欧盘中金价震荡于1275一线 美盘反弹至高点1279一线受压回落 晚间 黄金一路低走 受自于下方1271一线反弹 今早开盘后 黄金再次回到了1275上方 周一行情虽然涨上了1283 但是仍然承压下落 昨日行情也依然回到了空市 建议投资者可关注上方压力位 1280一线以及下方支撑位1272 后市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三欧洲时段15点45分 法国9月贸易账23点30分 美国至11月3号当周EIA原油库存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 您可登陆ACY官方网站 咨询专业客服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主持人CZ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